雌性也让雄性为了争夺他的卵而彼此竞争 这让两性的外观有如天壤之别 行为也不同 不过繁殖也有其他的方法 复制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所有的珊瑚都藉由珊瑚虫不断地复制分裂而繁衍下一代 如果在热带温暖海域的稳定环境中 这种繁殖方式是最有效的了 但是还是会有纷争 邻居之间为了抢地盘展开长期抗战 这时候性就派上用场了 这些水席类动物 它们和珊瑚十分类似 这个群体是出芽生殖 但是在珊瑚礁这样拥挤的环境中 空间很快就不够了 这些水席动物很巧妙地交替有性和无性生殖 有些会产生看起来像是水母的个体 这些个体分别具有雄性和雌性性器官 它们将自己的卵子和金子散布在大海中 新生水席就能到空间大的地区 所有的动物都希望能够复制自己 无性生殖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性别提供了改变的机会 有一种令人畏惧的昆虫 熟练地掌握了性的窍门 这种绿色牙虫足迹遍布群球 它是一名处女 但是每二十分钟就能复制出一位和它一模一样的女儿 这些宝宝肚子里也有宝宝 所以母亲在孙女还没有出生之前 就滋养了它们 这种一心专注在复制上的生物 成为其他动物眼中的目标 这只黄蜂 将卵产在牙虫的体内 它们也是瓢虫的美食大餐 其中有一半的牙虫有翅膀 以进一步扩展它们的帝国 它们展翅飞入夏季天空 前往附近的植物 在植物生长的旺季中 牙虫争着复制自己的下一代 雄性没有用处 所以不存在 到了秋天来临时 就有了改变 现在雌性开始产下橘红色的下一代 有一些是雄性 它之所以让自己的下一代有性别之分 是因为未来的环境变化多端 下一个夏季 也许和自己出生的夏季大大不同 为了交配 牙虫飞到果树上 性成熟后 雌性失去自己的翅膀 雄性和公吃鹿一样 陷入狂乱状态 因为已经四处飞赛 交配的双方可能来自不同的母体 看来自同一个母体的伴侣交配 实在浪费 雌鸭虫仔细地挑选对象 让来自不同母体的熊鸭虫 在自己的体内受精 以应付未来的变化 它的卵春天才会孵化 但是因为未来的情况不可预知 所以它会产下许多遗传性状不同的胚胎 有一些一定会成功存活 遗传上的变异性 是对抗环境改变的最佳武器 在一个稳定理想的世界中 所有生物的雌性都宁愿选择无性生殖 但是要摆脱雄性是很困难的 不过这种爬虫